王后生下两个皇子,国王却把小皇子扔进了狼窝,当大皇子登上王位之后,却要吃了自己的父亲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远古时代的森林之中,住着无忧无虑的园人,此时的他们还是利用四肢行走,并且拥有自己的国王。 在一阵欢快的舞蹈之中,王后生下了两个孩子,国王听到后激动不已,立马回到树洞之中看着孩子, 可是他非常在意自己的继承人,于是拿起大皇子吼了一声,没有想到儿子竟然直接给了他一拳,有这样的魄力,真的是做国王的料啊。 可是就在这时,属下评图书拿出了另外一个孩子,原来这个孩子瘦小匀弱,但是却有着和国王一样的标志,这是啥意思啊? 难道他才是国王吗?可是他这么小,怎么能够做国王呢? 就在国王大喊大叫的时候,巫师走了过来,他看着幼小的孩子,说他是另类生物,而且很难从活,看着两个身材差异巨大的两兄弟,国王最终选择大王子作为继承人,而小王子则让平头叔拿出去丢弃。 可是就在这一时候,王后也因为难场而死,就在平头叔想要把小王子丢弃的时候,却发现他粘住了自己的手,而且不知道危险的小王子还不断的对他做着鬼脸。 平头叔看着这么可爱的孩子,实在是不忍心丢弃,可是国王的权威他也不能够不顾,但是大树下都是野狼,危急时刻,小王子被树藤救下,野狼气不过就拼命的抢夺,最后把小王子的手臂给摇伤了。 但野狼也被另外一根树藤给困住了,之后他被一只脱单的光头猩猩给救下,这才捡回了一条小命。 可是光头也是一个单身汉,没有办法养育这么小的孩子,但是小王子就是黏着他不松手,就这样他带着小王子一起快乐的生活了下去。 在玩耍之中,一只手的小王子发现了强力胶的功能,这一天光头带着小王子来看大王子举办的扔球比赛。 比赛之中,大王子强健的体魄赢得了原来的阵阵掌声,可是光头也想加入这场比赛,于是趁小王子不注意,接住了抛过来的球。 但是一不留神,就把球扔进了树洞之中,就在众人到找光头算账的时候,小王子利用强力胶把球捡了出来。 这也让大王子看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原来,可是强力胶功能是杠杠的,直接把大王子和小伙伴摔了一个狗吃屎,就连国王的脑瓜子都变成了程序员的模样。 但小王子的出现很快将巫师发现,他对着评图书就是一阵的吼,他们的话也让大王子听到。 在知道自己还有一个争夺王位的弟弟之后,大王子当场就发飙,于是巫师就打算利用黄蜂杀死小王子。 却不想此时的小王子给国王制造出了绿色的王冠和镜子,这让国王非常的器重,可是下一秒他就被黄蜂给攻击,把国王撞到了树下,无视趁机污蔑小王子要杀死国王,就这样,本来就基于小王子夺取王位的大王子,就把他扔到了悬崖之下。 这让国王非常的生气,但是木已成舟,他也无可奈何,好在摔下来的小王子并没有生命危险,可是面对同类的欺辱,小王子决定自己出去闯荡,却不想刚出门就遇到了鸵鸟,因此学会了直离行走,而站起来的视野也更加宽广了,突然一群野狼出现在了身后,这时的小王子还不会正常走路,好在鸵鸟在前面带路,他这才学会了奔跑,大树上的原类看着他直离行走, 非常的兴奋,纷纷的为他的勇敢,鼓掌喝彩,可是野狼的追捕,惊动了犀牛,就这样,他们一追一跑,最终小王子跑到大树下的时候,无路可躲,危急时刻,国王解释出现,一头撞飞了犀牛,还用一个命球的动作赶走了野狼,但他也因为用身体护住了小王子而伤势严重,此时的国王才说出他是自己的孩子,可是听到这些的小王子一脸都懵逼,可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, 大王子就带着国王回到了树上,但是回去之后的国王就去世了,可是大王子要继承王位,就必须要吃掉自己的父亲,就在大王子要下嘴的时候,小王子出现制止了他,因为这是师父的禽兽行为啊,就在争执不下的时候,天空出现了一道惊雷,这让所有的原类受到了阴下,躲到了大树上,于是小王子把老国王扔到树下,用石板盖了起来, 这时一个闪电披中了一棵树,小王子上前查看,因此得到了火源,突然天空之中出现了一股强烈的龙卷风,强大的吸力直接把小王子给吸了进去,何也就是因为这样,他遇到了平生最喜欢的女原类,翠花,就在他想要去撩一下的时候,龙卷风把他送了出来,而翠花也出现在了他的眼前, 可是翠花却掉到了悬崖之上,无奈的小王子用树藤当绳子,把翠花救了出来,却不想绳子被石头磨断,幸好平头叔出现救了他,就在他要给平头叔点赞的时候,平头叔却被龙卷风给带走了,可是翠花并没有感谢他,还把他咬了一口之后,逃走了,于是小王子跨过岩浆,爬过高山,玩过杂技,并且顺利的追到了翠花,之后他还教会了翠花直立行走, 两个人一起欣赏着美丽的夕阳,小王子就这样搭上了翠花的肩膀,之后他在岩浆处再一次找到了火焰,当他把火把带回来的时候,遭到了族人的驱赶,无奈的他拿着火把赶走了野狼,把他的地盘据为己有,就这样,他们在自己的小窝里,过起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,这狗粮傻的,让树上的猴子们激动的都发春了,看到这些火王咬牙气齿, 但是小王子并没有在意这些,反而是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,还把野狼当成了宠物,射杀翼龙当食物,最后还学会了用火来烘烤肉类,散发出来的香味,吸引了树上很多的类人员,于是他们纷纷的抛弃了大树,选择和小王子一起生活,而树上就只剩下了国王和王后,之后小王子带领族人发明了音乐和舞蹈,甚至经营起了自己的王国和孩子,看到这些, 无视恨得牙痒痒,于是再一次利用蝗虫攻击,就这样,当蝗虫飞走之后,这里又回到了解放前,这一切,族人当然知道是谁做的,眼看着,大家就要找国王算账,小王子却不断的劝说大家要冷静,可是族人却不愿意再听他的,最后在打斗之中,大树被火把点燃,小王子也被拍云倒在了一边,危急时刻,野狼填醒了小王子,眼看着王后还在树上, 小王子不顾生命危险,出手拯救了王后,但他自己却被一根树枝给压住了,危急时刻,国王回头救了他,而没有逃脱的巫师,被烧死在了大树上,故事的最后,小王子交会了国王直立行走,兄弟俩也兵士前嫌,抱在了一起,他们也重新找到了一个更加美丽的家园,和平的生活, 整部影片脑洞奇特,很是精彩,特别是单手克服所有的困难,不仅成功的追上了女神,还学会了很多进化的元素,虽然不知道为啥原人当国王,会吃掉上一任的国王,但是不计得失,照顾族人的心,却是很难能可贵的,有喜欢的朋友,可以搜索一下原片来观看哦,好了,我是女神,喜欢的小伙伴,记得关注评论,转发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